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上阵指数是进一步逼近到3100点的地步 欧洲方面下跌稍微比较少一些 平均跌幅约在0.5%至1%左右 美国在那指数也是一样下跌 但是道琼斯和标普下跌稍微比较少 达斯达克指数下跌接近于1% 在股市以外方面黄金价格目前下跌1.3% 油价同样也是回调了1.3% 比特币价格目前基本维持在8000上下跌 那在今天的人们话题中 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关于选择投资产品 到底是选择每年的现金流回报 还是选择长期的增长方式 那么在投资上呢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很多朋友有一个困扰 就是很多时候在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呢 有一种是每年给你一定的回报 比如说3啊 5啊 或者是现金率 回报率 另一种呢 是平时没啥钱 但是呢 可能过个三五年 本身产品的价值会上涨 那么对于这两种投资 大家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对于两种产品来说 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说一定是固定投资好呢 还是成长型的好 这个要取决于 这个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年龄 其他的收入 风险的爱好 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放在股票类里面呢 一个就是呢 比如说是机油蓝筹 每年是高峰红 另一个呢 则是成长型的中小企业 两种类型 那么如果放在房地产中 那么一个呢 就是投资公寓房 每年有租金回报 另一个呢 则投资带有土地的单状的别墅 每年虽然可能有租金回报 但是远远抵不上这个利息费用 所以说这两种不同的投资模式 可能在三五年 或者是两三年之内 显而易见的是现金流这个会拿到手比较好一些 但是从长期来看 五年到十年之后 我相信呢 这个产品本身价值的增幅 总数要远远大于呢 这三五年之间 我们通过每年固定回报所拿回来的那些钱 对于澳洲投资者来说 比较有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 在十年之前 澳洲电讯当时私有化的时候呢 发行过很多的股票 他每年给出高分孔5%至7% 但是十年过去 现在的股价却依然还是低于当时的发行价 所以你整整拿了十几年 现在价格呢 这三块多还是比以前的五块多还低 虽然说拿了很多股息 但是呢 这个本身的价值没有提高 像公寓房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呢 现在在这个澳洲的很多城市啊 公寓是大量的供应 导致现在很多地方是供不应求 虽然也许在租金回报率上会比较高 但是总体而言 三五年 公寓本身的价值有的不但没涨 还会下跌 因此你对比那些土地投入的那些独立的房子来说 他们的增值远远将会超过三五年之间 我们从租金上收取的回报 当然 这种事也不是绝对的 有可能以后这个公寓和土地别墅是一起上涨 但是至少在未来三年之内 在墨尔本和悉尼 我们暂时看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呢 其实跟大家就是说这是现金流的一个陷阱 很多时候呢 大家过于重视每年到手的那些固定的收益 或者是短线收益 有时候呢 就会忽略到一些长期的投资 房地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大家 我们一定要把重心看在这个本身产品能够增值的产生 这个这些产品上 而不要去过多重视短线的这个现金汇报 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今天是复活节 西方复活节最后一天 因此呢 在周五和下周一 我们呢 这个节目会停播两天 那么在今天我们说一下的一个其他的话题 就是说到一个机会 要自己去创造 为什么说到这个机会呢 昨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八卦 说这个科学家统计啊 每人一生当中会遇到无数次呢 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么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平均到每年 每年再平均到每周 每个人呢 每周会有二点五次改变你命运的机会 那么看到这个数字呢 我也非常的开心 我每个星期都有两点五次机会 能改变我的命运 这到底在哪里呢 可能每周一次开彩票 已经占掉了一次 那么还剩下一点五次 就算是一点五次 我也想把它找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会呢 或者说我们把人群啊 分为三类人的话 第一类 可能呢 喜欢宅在家里 看看电视 磕磕瓜子 挖个西瓜吃 那么对于这类生活在自己小圈子 比较固定的呢 他如果不愿意去接触外界 那么他们能够碰到这些机会的机会 会大大的降低 而第二类人群呢 就像这个你我一样 这个咱们天天努力奋斗 天天在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瞪到了眼睛 往前冲 似乎呢 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错过 那么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像股票 那个有彩票一样 四千万彩票 两亿的彩票 人人都去买 几亿人 几千万人都去抢 那么在这种人人可见的机会面前 我们个体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的几率是非常之低的 那么这是第二类人 第三类呢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他不是去抢 不是去寻找 而是呢 自己创造机会 那可能大家要说 你说话这个 说的是风凉话 机会创造 哪有这么简单 其实像这幅图里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小小实习生 刚到公司 前怕狼 后怕虎 一切都不熟悉 但是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领导给别的同事的任务 他不在 你自己如果能够毛遂自荐 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把事情给做好 那你就是自己创造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也许未来的命运就此而改变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 很多的时候机会我们不能等 不能靠 不能把这个 眼巴巴的看他过来 你不能守株带兔啊 兔子不可能天天撞死在树前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走出这一步 去争取 去努力 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 同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话又说回来了 还是说道 如果咱们你想 不论是在中国也好 在澳洲也好 想把日子过得体面一些 年轻人如果想结婚 这个过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最终咱们靠的 无非就是要不是啃老 要不是打一份工 要不然就是自己去努力投资 所以说如果你有投资的意愿 那我希望呢 不妨我们呢 迈出这第一步 五百一千 两千三千 它都属于第一步 咱们说了这么多 比特币也好 A50也好 恒生指数也好 傍日什么什么什么 其目的并不是要天天说它涨或者是跌 其实就是要给大家灌输一个道理 就是机会很多时候就在你身边 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到 如果你看不到 你就应该自己去创造 如何去创造 那就来高会开个户 好了 咱们的这个安利时间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